欢迎各位收看 为爱而歌 哎呀 这是新来的大学生吧 看一看 您刚才那不对 嗯 不做百玉盘 对 他们呢都叫我魔鬼里对 血再大我也很随 要得到 等你老了 我会在你身边 感谢师父对我的照顾 和悉心的教诲 因为他喜欢他的坚持 所以就生活特别大 世界因爱而暖 我们为爱而歌 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综艺频道的 为爱而歌 大家好 我是杨帆 大家好 我是月亮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 非常美妙的相遇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当中的这几组嘉宾 他们都有着美丽的邂逅 也将为我们开启 非常精彩的人生故事 所以让我们一起 聆听他们的故事 一起为爱而歌 大家看到此时此刻 我们的演播室 现在换了一个风格 我和月亮的身边 现在好像是坐在了 一个展览馆一样 陶瓷展 来 姐我带你参观 好的 知道那个逛两天 你要搬家 你看这几天摆件 你喜不喜欢 你太客气了 特别好 你能看出来 它有什么特色吗 我看出来特色了 这个是小的这种景观 可以放在我们家玄关 特别合适 趁着那个作者没来呢 你偷偷摸一下 就发现一个特点 这个不就画上去的 触摸一下 对 它这个怎么是凹凸的呢 这就对了 这叫刻词 这个不是画上去的 刻词 刻词 对不对 刻上去的 你拖起来 是不是特别有那种感觉 三条 所以如果不是主持人介绍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 通过镜头来看 真的以为就是画上去的 对 我还想摸一下那个 你摸摸那个虎皮 摸摸这个虎毛 天哪 特别细腻的一种手感 然后 它居然是刻上去的 我提醒你一下 这个虎尾巴不能摸 它咬你 谁说的 摸摸头 一年好兆头 你看你这没养过 你这样 你这是猫 你行吗 人家这是老虎 你知道为什么旁边配这个吗 武松打虎 这让我们俩演绎的 大家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是吧 但是实际上 这个是需要静下心来 才能够完成的工艺品 但是我觉得 真正美的 好的艺术 你置身其中 你会感受那种文化的熏陶 对 虽然月亮也好 我也好 我们其实都没有接触过 但是今天我们愿意学习 而且我要给月亮姐姐 推荐作者 她是一位传承人 是一位老艺术家 咱们给请上来好不好 掌声有请周晓明 来 有请 来来来 你好 你好晓明 月亮姐姐 你好杨范哥哥 这一个小姑娘 我不介绍是不是以为模特了 这都是你做的 对 这都是我做的 刚才我是属于胡介绍 小明要不要给我们再 逐一简单地介绍一下 好不好 好 像这一件呢 是我的课词创新产品 那这件产品呢 它叫大观 是我读这个两汉时期的文学家贾怡的 彭鸟富的时候得到了启发 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达人大观西 物无不可 这个大观呢 就是说通达的人 任何事情都可以包容 那你看这个青山就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野山 然后我还搭配了一个金山 这个金山呢 其实它是一个食用器 它是可以熏香的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这个焚香的过程中 这个青烟徐徐而上 这种在青山当中 环绕的这种感觉 有云雾的感觉 对对对对 它来源于一个 现在的一个思路 然后又结合了 传统的这种文化 把它结合在一起 是你自己创新的一个作品 对 创新的作品 为什么说它是 克斯的创新产品 它有骨又有鸡 我说深厚的这个 会不会算是 克斯的作品当中 就比较耗时间的 因为你看那个面积 它这种蕴染的 那种感觉 可以看这个 这是摇变幼 就是摇变幼 大家都知道 它特别的难 它是尽摇一色 初摇万色 这克的是玄藏 玄藏取经 取到了真经 真好 请问一个问题 克这样的这个克词 这个工艺耗时间 耗时间 比如说这个大老虎 这个老虎 是在所有作品里面 时间最久的 它需要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这叫丝丝分明 对 要把它的毛 给它一丝一丝地刻出来 要不然它没有这种 毛茸茸的感觉 没有那种纹理感 对 没有纹理感 其实克斯它就是这样 它就是观之有形 触之有感 从一开始 我就觉得 这个作品应该出自于 一个年长的艺术家 我没有想到 见到你这么年轻 传承是也有年轻 也有老 我觉得对于传承来说 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 也是一份责任 所以大师大师和年龄无关 所以那我就更好奇了 那你看它的这个作品 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那你又这么年轻 那你学这个克词艺术 我就想知道有多少年 从开始到现在 大概有20年的功龄了 门槛会不会高一点 没有 克斯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当你接触克斯的时候 它的记忆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件 完整的作品 它是需要一个 包括你的克斯记忆 还有你的美学理念 还有你对陶瓷的了解 它是综合的 待会儿大家可以试一下 普及性是很容易达到的 但是你要达到 一定的艺术的水准和高度 那是需要静下心来 有多年的沉淀 积累 学习才能够达到 这样的一个艺术水准 对吧 小明是第四代 对吗 对 我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北京克斯第四代传承人 那这门记忆究竟有多少年了 它是最早出现在魏晋时期 按照这个时间的话 大概有1700多年的历史 但是在那个时候 克斯它作为作记号 到了宋代 有了这个五大名阳 官哥鲁定军那个时候 已经开始烧制 就是进贡给皇帝的瓷器 越来越多 到了清代呢 乾隆非常喜欢瓷器 他写了有两百多首诗 都是描写瓷器的 从他那个时候呢 克斯更加繁盛了 他喜欢在把玩瓷器的时候 拿毛笔 直接手写在瓷器上 但是当他再去把玩的时候 就会抹掉嘛 克斯就来了 他要求 那为什么之前有 那你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 拿这个工具 给我把我的墨宝 给我雕刻出来 对 刻上去 这样的话 还不用拿到锦刀镇去烧 其实我们理解 就有点像刻碑一样 对对对 把那个词刻下来 对对对 而且可以永久保存 但刚才这个小明也讲了 说这个 我们看似 这是需要很高的艺术造诣 但是如果 就是要求低一点 它的门槛其实并不高 对 那今天可不可以现场 有一点点体验的环节 可以啊 让我和月亮感受一下 行 可以可以 可以吗 这现场就能学 对 现场就能学 太好了 给我来个三岁的 我觉得月亮姐姐 你可以刻个月亮 这不就是个月亮吗 小时不时月 忽作百日盘 对 白盘 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的特制工具 钻石刀 钻石刀 古语说的好 没有金刚钻 别懒瓷器活 说的就是我们的钻石刀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有两个 我们有一短 一长 这个短刀呢 我们是用锤子来敲 这个是锤子吗 对锤子 是这么夹 这么夹 这么夹 对 这么夹 然后我们是这样敲击的 这样敲击 敲我们的这个刀 然后垂直于我们的瓷面 我们刻词的第一步 就是起稿 先用墨 起稿 起完稿之后 我们拿我们工具雕刻 雕刻完了再上色 然后落款 成品就完事了 你像我们雕刻画面中 色度浓的地方 我们就要用赞了 这个叫赞 对 这个叫赞 点赞 不是一个赞 是这个赞 然后呢 这个刀呢 就像我们的笔一样 直接手指我们的刀子 直接刻 这是我们的刻刀 它叫以刀代笔 以磁代指 直接刻在瓷子上 这是两者 它们俩的区别 那老师像这个草根什么的 是不是 对 就您把这块这块黑的 全都给它暂白了 咱们就属于刻完了 把黑的要给它完全刻掉 是吗 对 你黑的这块 就是你自己画的嘛 咱们先洗的稿 明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杨帆哥哥 听 我们刻的时候呢 是垂直于我们的瓷面 您刚才那不对 就歪了 这 我这不想这么往前 那不对 干木匠活 那不 不是的 所以说我们要垂直我们的瓷面 然后来雕刻 根据我们画的这个痕迹来雕刻 然后再移动是吗 对 再移动 您物性太高了 把这几个点连在一起变成线是吗 对 点 排列有序 线呢 要错落有致 太难了 这根本就不是三岁学的 这画得太好了 点点小点点 我觉得好看 这个呢 难度更大 因为它需要力度特别大 眼睛和手 眼手合一 然后 指哪刻哪 对 力度要特别地适中 手抖不行 这个停 你要是这样的话 它是刻不动的 还是得 要用力 反过来这样会 你知道是不是舒服点 就这样做 对 就这样用力 用力 我真的感觉到那个 被我刻的那个瓷盘子 它有滋啦滋啦的声音 对 好好玩啊 它不会刻的刻的 一块瓷叹叹就掉了 不会 不会 不会的 我看您这个 非常好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对对对 是 是这样的 好 你看这个就不吃错了 这个就特别 它的难度就是你不能断 你刚才你就断了 断了 对 没事 我给它补补 我耍赖 着不着不着不 他为什么越着不 手越抖了就 这个 左手要拿稳 要不然你看 你一敲 它就出来了 它就不在你那个 预想的那个 这个痕迹里 轨道里走 我可以给您上色 您看看 咱们来上色看 首先你这个机里是刻好了之后再上色 不然它的颜色是呆不住 这边我手一刻的有点清了 有这个有浓的有淡的 更好 好 我明白了 您的作品已经继续了 好的 然后就上色了 对 我们就刻完了 有点意思 我看看你的 月亮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非常好 我的课词的首部作品诞生了 好 谢谢 好 其实入门真的是挺容易的 对 上手 但是到您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艺术造诣 它大概花的这个时间段需要多久 这个没有一个时间的界定 可能像你们 误性有关 对 像你们误性这么高 可能练几个月就会了 你觉得你骗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几个月就学会 误性很高 肯定不可能 你看我 我跟你们教那个技法 你们接着就上手很快 看到没有 什么样的老师都是 把握一个原则 鼓励为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 我相信在小明最开始接触这个课词的时候 也是一样 你的老师肯定也是有很多的办法在鼓励 其实是这样 我们办师就是师父领进门 修心在个人 也是看自己的悟性 师父也不会教你太多 你跟师父学几年 从拜师到现在的话是八年 但是师父呢 他总是在我 比如说有疑惑的时候 他会给我解惑 叫我们去创作作品 他也不会说这件作品 你要这样课 你要这样课 他会看你自己的设计 自己的想法 不会去给你一些固定的模式 那你在课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像我刚才 就一不留神 哎呦 刻坏了 对 断了 那有没有 比如说这个作品就直接废掉的 就像您刚才那个 它就不能算为一个作品了 因为它断了 比如说现在那个背后的那个侍女 像她的脸的轮廓 包括她的五官 这个都是用刚才那个刻刀来刻的 它是不能试错的 一笔就得成 对 一笔就得成 我们刻这种线的时候 师父就要求我们刻的线 要先细若丝 富有弹性 你想它是那个像素级吗 一个点一个点 最后连成线 对对对 它得特别连贯 所以我们刻的时候 手必须特别稳 然后眼手合一 保证这个力道特别的合适 那师父一开始在一小词片上练 练到一定程度才敢 就拿大一点的这个词 我学图的时候 我就刻大的 刻换了大不了 再换一个嘛 就是抱着这种心思 然后就去创作大的作品 其实我觉得在试的过程中 你就会积累很多经验 就我们其实做任何行业 都是这样的 不要怕错嘛 就是在错的过程中 你会积累一些成功的经验 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小明 像你们第四代传承人多吗 我是我师父的关门弟子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 潜质也好啊 或者是能力也好啊 能够吸引到师父的目光 他决定把你受为关门弟子 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徒弟 那这个我说不好 这得问我师父 要请小明的师父 陈永昌 陈老师好 刚才看到你们俩 这个操作 突然觉得 还是您的徒弟更优秀 我的徒弟教的 但是你们操作 不那么认真 从基本上来讲 你们不是用手指的 你们是这样 尤其你 老师您都看出来了 要是赞 要一边赞 才一边要琢磨 不是一个气 一边赞 一边要琢磨 我发现师父好严厉 上来就来说 师父这点提点 其实对于一个学生来说 可能就是你提高的 那个最有力的那一部分 他踏实 踏实 你知道他怎么弄 他就怎么弄 那这我还真想问 是本身性格就这样 还是真是 接触了课词之后 确实能够达到一种 修生养性 修生养性 对 这样的一种效果 跟我从小学美术有关 从小就学画画 然后后来又接触 陶瓷 课词 然后这些陶瓷手艺 我觉得是循序渐进的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爱画画 你可能一天不吃不喝 你都不觉得 对 因为你在你自己的 创作过程当中 而且这一天的这个创作 你都非常非常愉悦的 对 然后所以师父可能 也看到你这一点 就要有灵气 有慧根 而且踏实 刻苦 肯钻研 所以就具备了师父 收图的这些条件 是不是 师父 没错 从课词的角度来讲 它是比较踏实的 因为课词 就有 需要四心 四心 哪四心 安心 耐心 耐心 细心 细心 虚心 虚心 这四心是什么呢 就是你既然能干这个 你就必须做下来踏踏实实的 多么 这就就是 你必须把心安下来 你浮躁不行 是的 是不是 你说你这边干的这个 一边想的那个 干不好 所以你说老师讲的 这四心 其实就是一种工匠精神 中国有那么多古老的艺术 其实我们到现如今 再看起来 工艺 技艺那么精湛 它其实都是需要 从业者 它的这个四心 对 带了这个第四代了 第四代之后 它还得有第五代 这第五代的学徒 它什么时候能收 也快 但是得跟他商量 为什么呢 这就得他说了算了是吗 就不是您说了算了 为什么呢 因为怎么着 岁数在这儿呢 他精神往里 没有没有 这个我们俩商量 是不是 业业 以他为主 刚才我看着 教你们俩不错 是吧 也是个很有耐心的老师 我觉得这更多的是 需要普及 在普及当中 可能真的能发现好苗子 它是一个很综合的 它不是一个 单纯的纯艺术 所以我觉得小明 他是一个 就综合素质 特别特别高的 一个传承人 他是学美术的 大学专业又学的是陶瓷 所以他有自己的 这种观点 有自己对美术的认知 然后加上师傅 传承的这个手艺 我觉得就是 可以把很多很多 你具备的这些 综合的知识 汇总在一起 然后对传统的文化呢 有你自己的这种认知 和自己独具匠心的 这种创新 才会有今天 我们看到的这批作品 特别好 其实对于传承这个事情 对于传承人来说 尤其是年轻传承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份责任 我师傅第三代 我到第四代 我觉得师傅 对我的这种信任 还有对我的这种指导 和悉心的这种教诲 我觉得我特别地感动 所以我趁这个节目 还给师傅 准备了一个 这个礼物 表达对师傅的感谢 好的 好的 来 来我们看看 很神秘的礼物 我们也有一份礼物 要送给师傅 先看你的好不好 师傅也准备了 对 师傅没跟我说 还给我回礼 你看这个 我是专门给师傅 磕了一个瓶子 然后我写了一首藏头诗 周晓明拜陈永昌为师 藏头诗 周晓明 杨帆哥哥可以看看 这是刚才师傅说的第三条 课的那个字 我从2014年开始 传承这个北京课词 师傅也是对我照顾颇深 就是你看我们平时在一起 也不叫师傅 我就是叫爷爷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已经超越了师傅之情 感谢师傅对我的照顾 和悉心的教诲 你没有自己的努力 也不行 你太 师傅满意吗 开心吗 好好好 挺好 这些家里女孩子 她就是比较细心 给我 我也得给她一件 哎呀 这个呢 就是薄胎的 哎呦 羊之玉镜瓶啊 这是 小薄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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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盼规 您看这是一只鸽子 鸽子 就希望她呢 能够有什么问题 常来找我 咱俩商量 希望你常回来看看 找我们家看看 这也是最大的一个夙愿 对 好有寓意 而且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上一层寓意 就希望所有的这个传承人啊 或者从事课词艺术的这些工作者们 能够回归初心 对 师傅 今天月亮和我 我们也送一份礼物给您 我们这礼物让您身体棒棒的 家里啥也不缺 我们送健康吧 这个最实惠 送给您全民优生活品牌提供的养乳制品 作为一份小礼物送给您 谢谢 向幸福出发 全民优生活乳品新选择 好 好的 谢谢 用身体健康 棒棒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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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 全民优生活品牌提供的养乳制品 作为本次嘉宾的特别礼品 接下来 节目的现场 我们也请到了青年歌手金美儿 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 最好的未来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 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 爱放在手心歌 我来 这是最好的未来 每个人都有权利期待 我们用爱 我们用爱 就早晚没现在 千万洗脸 挥挥成大海 每朵兰花一样澎湃 每个梦想都值得灌溃 眼泪变成云水就能落下来 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冲卖 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这是最好的未来 不分你我彼此想起深爱 千山万水 传递着关怀 幸福永远与爱同在 同一天空低下相关怀 这就是最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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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咱们国家都倡导全民运动 杨帆是我的好朋友 平时我也经常看他 发一点生活的小片段 其中有一项我就发现 他特别爱带着家人健身 当然我实话实说 我是特别不爱运动的人 但是我是希望从我发生改变 就带领我的孩子 尝试一些运动项目 其实登山 有很多的登山爱好者 他们是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 相约几个伙伴一起去登山的 小者 这话让我媳妇听了 又得开始买装备了 买装备 我今天咱们赶着了 因为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 一位资深的登山爱好者 他的名字叫李世民 掌声有请他上场 来 有请 你好 你好 穿得那么专业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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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李世民 今年50 72年 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是做图书发行 图书管设工作 也就是说您的工作 其实是和运动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关系不大 但是我们今天 李世民先生来到我们现场 是以资深的登山爱好者来的 您得用这个 您的爱好重新介绍一下 您自己 为什么要爱好登山运动 是因为在我的合作伙伴当中 有关他们身体状况 确实出现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就基于这么一个想法 我的朋友他们又出去齐心了 看起来身体变化确实变化很大 所以后面就开始 因为齐心它有一个成本问题 还有一个风险技术问题 不好把控 因为爬山嘛 它大不了就慢一点嘛 得买个自行车 第一是买自行车 你还得有水平 骑这高它危险了 运动速度快 一个好的头盔都很贵的 登山不用花钱 本着经济的考虑 觉得登山这个运动是最好的 而且还强身见底 刚开始就是在家门口 比如我们在海淀的西山 香山 八大楚 峰峰岭 大爵士等等这一带 是是就慢慢慢慢爬吧 带着大家 那您那个登山爱好多长时间了 八年 八年 然后据说现在都已经有人给您起绰号了 他们都叫我魔鬼礼队 还有礼不靠谱 礼不靠 魔鬼礼队我能想象出来 就是跟着您一起锻炼的 您要求太严格了 不靠谱就是因为我们有时走的路线了 比如说我今天说12公里 有可能看见大家最后状态还很好 还能再努力一下 最后再加两三公里 有的人就懵了 就是今天锻炼的强度 主要看领队的心情 对对是这样的 据说您这个公益的这个登山队的人数是越来越壮大了 对对对 现在多少人 现在我们群大概快两千人吧 那您刚才说了 其实从一开始的建立登山队的契机就是因为想强身健铁 刚开始就基于这么一个 因为大家平时工作压力都很大 还有一个比如说有时候家庭关系产生这样和那样的摩擦 大家在星期六就出来 出去走走到大战当中去放昏一下自己 我想问一下就是八年下来就从您自身角度来讲 您感觉到改善最多的是什么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抑郁症的 我大概抑郁了八年 但是我就通过七行加登山这样 现在就走出来了 说说现在又带着大家一块出来 就是这样 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是一个锻炼身体 它只是改善我们身体的机能 其实对于我们的思维 包括我们的很多情绪都会有改善 对对对 而且您都当上领队了 您要是没有点个人魅力 那两千人谁跟着您一块登山啊 那肯定这个能够把心情就慢慢慢慢打开了 认识的朋友也就越多了是吧 都多大岁数了 我们这个年龄最小的是三岁多 我们有一个叫安安的小队友 他第一回跟我们走是爬燕雨山 但是他妈也是一个直肠人士 但是爬一半呢 爬不动了 就不爬了 后来就是我们的队友啊 有时候就把他背下来 没想到他就爱上这个了 他星期六不出来 他就在家哭闹 最后没想到我们组织一个爬水长城 就是捡垃圾这么个活动 10公里当时他就完成了 就这么个活动 他就爱上他 他喜欢 对他就喜欢了 那他最让人感动的是 我们又去残骨头 因为残骨头那个地方不是 南亚三五壮士吗 我们又去追寻 爱去体验一下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一是有爱国主义教育 另外有环保的主题 对对对 会让小朋友或者成员觉得 很有参与感和成就感 对对对 结果没想到 这小朋友一去铁牌号 就开始捡捡捡 捡到最后又翻山越岭了 最后就睡着了 睡着了以后 手上还拿两个瓶子 拿两个瓶子不丢 这小姑娘 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说的就是这样的 她当时多大 这个小朋友 当时是三岁半 就是三岁半 就是三岁半 发生这个 捡垃圾皮的这个时候 也是三岁半的时候 对对对 哎呀这小朋友 真太可爱了 其实你看啊 就是说我们大人的一些行为 在影响孩子 让他有这个磨练他的意志 要登山 但是我们又加了 环保的这个主题 会让这个登山 变得很有趣 然后孩子睡着了 都不撒手那个瓶子 又会感动到我们大人 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 一个互相的一个影响 特别一个积极的活动 我们最感动的是 我们有一个队友 他跟着我们走的是 68岁了 他有一个梦想 什么梦想啊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想从 从藻庄走到南极湾 这么一个行程 重走革命路 这样的一个梦想 对他实际上 我们是2018年 我们就是我们就组织了一个日行百里 日行百里 对 当时他走得很惨 就是整个脚掌啊 前脚掌都是蟹炮 因为白天走嘛 又是5月份 太阳也很大 晒得很热 哪真是走出感情来的 主要还是装备没准备好 蟹不行 对 太热了 反正当时有翻山越岭的 所以就是其中有一个人 有这样的情怀 等于大家都帮他来完成这个 对对对 在这个活动中 我们还有一个小队友 10岁 他的生日 就是正好是这一天 就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生日 他说他用他的日行百里 又是从革命圣殿 来过这么一个生日 他有主题 是不是每次都会有什么环保主题啊 或者这个主题 那个主题 会想一些主题 然后大家一起参与 这个主题 我们有很多种主题 第一是反暴公衣主题 第二个红色路线 第三个就是有跟英雄在一起 还有粒子拉链 所以说主题不一样 那李大哥 像你们都平时什么时候爬山锻炼呢 我们这个是星期六 每周六都有 雷达不动 雷达不动 那家人呢 比如说那人家那个 你爱人 说那个这星期六 你得在家陪孩子 或者你得陪我爸妈 你不能出去 我爱人呢 他还是非常支持 非常支持 因为我们的队孩子 都是采用山羊 那这很难得 爱人很支持 怎么支持呢 他也是我们的登山队的领队 哦 而且有时候他就负责收队工作 比如说像哪个孩子走不动了 你要遇到他你就能爬上去了 这样的孩子可以参与进来 会觉得很有趣 而且还能遇到他的爱人 就走不动了的时候呢 还会有人关心你 给你打气和鼓劲 是吧 对对对 真是用实际行动在支持你啊 是这样的 而且人家是领队啊 人家是在家里领导你 在登山队里也是来领导你 那你们就是经常一起合作 对吧 一起结伴来爬山了 对对对 一般的都是这样的 嫂子今天也来了对吗 对 那咱们把嫂子请上来 咱们一起聊好不好 好 来有请李姐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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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好 来请坐 请坐 欢迎李领队 您的爱人一开始 登山的时候您就特支持吗 刚开始我们一起去登的 第一次我们就一起去 我们五个人一起去 那就是不是像登山队 很多都是家庭成员一起的 对对对 那互相是不是都是比较支持的 有没有那种不支持的 有不支持的 有吵架的 还有吵架的 对 后面妈妈也来了 后面 对因为她的坚持 然后她的老公也就跟着来 有很多的 吵架吵吵吵的 反而不吵了 对 不吵了之后 还跟着一块登山了 是 登山的魅力太大了 对 他们每周六雷打不动 无论刮风下雨 如果再下了雪 我觉得爬山 还有点危险呢 下雪我们也去 有没有遇到过 什么危险的情况呢 很危险 有一些队也都测了 全身湿透了 她到半山就测了 但是还有一二十个人 可以继续走到终点 就是大家愿意迎接 这种挑战是吗 对对对 因为我我都是陪着 他们走到底呢 就是雪再大 我也说要走到头 就有点像什么 磨练意志似的 让暴风雨来的 更猛烈些吧 反而遇到这样的 恶劣天气 反而更激发 我们登山的那种斗志 是不是 反而登珠峰的人 不都是这样吗 就是他即便遇到 那个强的暴风雪 他不到万不得已 他绝对不会撤回到 那个大本营 他一定是往上走的 是这样的 那你们二位有遇到过什么 比较难忘的 经历在爬山的过程当中 有一次我们去徒步 十公里的时候 那个大巴车 下步的时候 那个刹车坏了 前面有好几辆车 给我们担了一下 那这风险很高的 救护车呀 什么都大了 然后110也都大了 但是那刹车坏了 很抖的那个 从那开始吧 就感觉这个风险 还是挺大的 户外的话 就开始准备 给他们都配 每次配八色 现在是我们也想组成 这样的比较安全的活动 但是现在登山队的 小队又不干的 觉得那样 他没有挑战了是吗 没意思 他不玩 您这个层级太高了 这个低层级的我们 只能我们俩单元 单元吧 当时有的 当时有那个高峰组 和那个低峰组 我就带那个低峰组的那个 那我们跟嫂子混了 对对对 嫂子也是领队呀 是吧 我们得找这个领队就好了 我生个队比较多 因为我怕嘛 走得慢 然后他们爬不动 我说我这么怕 都能爬上去 你也一定拿 其实挺好的 我觉得就是爱上登山 一个是强身健体 另外一个 我觉得真的是 磨练人的意志 特别特别好 另外真的要让我们孩子 多接触接触它自然 特别是像那个 一线大城市的孩子 其实从某种讲度很可怜 对 像我从小是长在山上 什么在抓蝴蝶 抓蜻蜓 然后各种什么植物 都特别了解 我们家小朋友 都没见过 有一年夏天的时候 我给孩子买了一个蜻蜓网 我说告诉你 宝贝 爸爸从小就会抓蜻蜓 抓蜻蜓特别厉害 我给你讲 那翅膀那样的叫什么名 那尾巴这样叫什么名 孩子特别感兴趣 走 爸爸带你出去抓 结果在小七外边 转了一个小时 一直蜻蜓被见着 就说这个都市生活 它有利有弊嘛 所以真的要走出去 让孩子感受一下 我们的大自然的美好 是 当时我们孩子 也是拿感冒 我就带着他去植物园 乡山的走走 后面感觉到登山的话 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因为我登了这八年当中吧 我很少感冒 感冒了一两天就好了 就腿以前老牛 现在也不会增加这种体抗炼 心肺功能也好 对 就身体会比较好 太好了 为了让你们身体更好 我们的节目组也会送出 我们的一份心意 来 送给二位 谢谢 一份小礼物 谢谢 锻炼身体很重要 加强营养更重要 对 咱们还也得补补干 送给你们 由全民优生活品牌 提供的养乳制品 送给我们可爱的登山运动员 希望你们加强营养 向幸福出发 全民优生活 儒品新选择 谢谢 谢谢 我相信有你们在的地方 就一定有阳光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 特别适合送给你们 就叫做 有梦的地方就有阳光 一起来欣赏 满大阳光 拨洒着希望 小小礼香 拨去力量 我的心中有一个梦想 吹带某天散发光 曾经有过相同的相望 曾经有过相同的相望 背起行囊到处流浪 我们总在孤单里徜徉 直到相遇在某个地方 有梦的地方 就有了阳光 没有我和你到不了的地方 我们走在路上 寻在飞翔 天空也为我闪亮 有梦的地方 就有了阳光 没有我和你到不了的地方 伴着动人旋律 轻荣妄想 热热也为我歌唱 马蹄脸在轻轻地绽放 每句诸托我都收藏 是否记得当初的模样 是你默默陪我成长 总是幻想有一双翅膀 可以带我飞向远方 你总有你宽厚的肩膀 给我支持 给我力量 有梦的地方 就有了阳光 没有我和你到不了的地方 我们走在路上 心在飞翔 天空也为你想要 灵人渗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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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的康巴含自由 河头上冷静满足心的故事 引在妥气欢笑 妥气欢笑 永当是烟熏和爱的草原 人随女人和我自由飞翔 却管理想着满地的身影 眼里是深洁的太阳 当情侣就在心里 给你歌唱的时候 直接就在受伤 就在受伤 就在受伤 太烫了 非常好听的歌 没错 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康巴汉 所以我们得谢谢今天现场的 这位帅气的康巴汉子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用音乐把我们带到了雪域高原 有请康巴汉子 欢迎我们这帅气的藏族小伙子 你好 请坐 欢迎你 请坐 哎呀 唱得真好啊 谢谢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康佳 来自四川省甘孜州 石曲县二渣镇启次 唱歌是从小的爱好吧 唱这么好 从小很小就喜欢唱歌 骨子里的血液里的 藏族的朋友 真的就是那块土地很神奇 就能歌善舞 这属于一个民族的基因 我特别好奇 就是你嗓子这么好 你小时候唱什么歌 我小时候就是藏语的友 可以清唱两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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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首歌吗 旋律 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的旋律是一样的吗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样 你后来才知道 他们爱拼才会赢是当一首儿歌从小唱 真的吗 后来 从小就唱这歌 对 挺有意思的 是吧 我觉得歌曲它只要旋律好听 它其实不分年龄段 那小孩它就喜欢唱 但你现在唱歌唱得这么好 你有没有特别拿手的再给我们唱一首 可以 我流行三歌都可以 先听个流行的好不好 有没有我们观众比较听的歌 行 行 我就起来唱吧 哇哦 哇哦 恰似挥手中有一场梦 耶诺 耶诺 我好喜欢那个转音啊 我好喜欢你那动作呀 耶诺 是跟杨帆学的吧 怎么那动作那么像你呢杨帆 还喜欢唱什么 山歌 山歌 好 山歌这应该属于原生态那种感觉 三大小的梦 这你所用的死 是跟杨帆学的那种感觉 布达拉宫 美丽的雪山 然后又看到了蓝天白云 我看见牦牛了 就这两首歌对比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方法 这个是更纯粹的 本民族的一些 对对对 好有感觉 跟佳奥你一定是学过唱歌的 十多岁就十四岁左右吧 就是出来就是跟老师学了 对十四岁从甘孜出来了 对对对 去到哪里呢 我们老家那边 来了一个北京的一个 叫武术的一个老师 那哪叫你学武术啊 没有 他是来我们老家那边 就是看看就是家庭 就是条件不好的那种的 然后就是他们想 就是帮忙嘛 就是教一门 对对对 技术是吧 想带我们来北京这边 然后后来我们去来 那你是属于在老家的时候 家庭条件不算很好的 那就很不好 你家里兄弟姐妹几个 我就一个姐姐 现在也是一个姐姐 我俩一起嘛 就等于姐弟俩对吗 很小的时候就妈妈就去世了 对 然后就是 后来就是 没关系 我很坚强 你们是和爸爸一起生活吗 对 我就是 就是妈妈去世之后 就是 我都没见到 就是最后一面妈妈 然后 那时候妈妈离开的时候 你是多大呀 十岁 十岁左右 还在上小学 所以妈妈没有了之后 家庭的这个生活条件 就越来越困难 对对对 因为就是我们 缺少照顾嘛 我平时很喜欢 就是开玩笑啊 大大弄弄的 对 但是从那开始就 就已经变了 就性格都已经 总是心事重重 对 就一会儿一会儿就发呆的那种的 我大概的理解 就是这个老师到那个家乡 去找那些 其实需要帮助的孩子 对对对 带他们来到大城市 对对对 重新获得学习的机会 对吗 是的 所以你是那个幸运的 五个孩子之一 是 14岁到现在 有多少年过去了 来北京 来北京六年了吧 六年了 今年20岁了 对 普通话也说的还可以了 普通话 很好 叫太极那个老师 他给我那个推荐了 我的那个 现在的生业老师 他微信 然后我就跟他联系 张老师把你从 四川带到了北京 又给你推荐了一个 好的音乐老师 因为他知道你爱唱歌 对对对 所以从此开启了 你的音乐之路 对对 你到了北京之后 是这个武术老师 在照顾你 还是现在的声乐老师 在照顾你 刚来北京的时候 就是那个张老师 再回来的时候 到现在 一直都是 就是现在的这个 声乐老师 声乐老师在照顾你 对对对 我明白了 所以你是要 在老师家吃住学习的 对吗 对 一直在老师家住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位音乐老师吗 萨仁高娃老师 今天音乐老师也来了 是吧 对 我们把萨仁高娃老师 请上场 好不好 来 好 来迎接老师去 快去 你好你好 萨仁老师你好 你看着这个年龄 包括又持住在老师家 对 可是老师现在的关系 其实真的就像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是吧 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觉得您的名字 这也是少数民族啊 对 我是蒙古族 我来自于 科尔清大草原 我叫萨仁高娃 老师一直在北京 对吗 一直在北京 我已经23年了 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就是您第一次看到 跟家的时候 怕什么样子 有一天有一个记者 他是网上看到我 来了 来了以后 他采访完说 我带你一个地方去吧 去了以后呢 这个孩子不在那时候 他已经家里有事 然后回老家了 张院长妈说的是 哎呀 有一个孩子叫跟家 他唱歌真的有条件 但是呢 没学过 这个孩子太可惜了 后面他说 我介绍给你 你能接受吗 我说可以 他还给我说的是 他没有父母亲 他是孤儿 这个听到孤儿呢 我是特别有 有感触 因为我也是孤儿嘛 我三岁没有妈妈 我十几岁就没有父亲了 所以呢 这么多年就是这样 一路走来 很多很多人帮着我 但是呢 吃的苦真的不少 听到这个孩子 没有父母亲 我就想 这孩子现在在哪里 我就给他打电话了 他将我的卫星 然后给我打电话 我就开始就催他 我说你过来吧 然后他说 老师好 但是呢 他也没有当时来 还是过了一段时间 才来的 嗯 来了以后呢 更小小的孩子 都六年前了吧 这是 我第一眼看 那时候可瘦了 然后我就让他胖一点 偏偏让他睡觉之前 让他吃 然后他现在真的吃胖了 哈哈哈哈 因为不胖 太瘦了 太瘦了就是 唱歌也比气不足 嗯 是这样的 就那就等于 您就像家人一样 在照顾他了 就是 哦 那三十老师 您还有其他的学生吗 这样的学生 有四百多个呢 啊 四百多个 这样的学生 是怎么理解 是少数民族 还是都是孤儿 或者是 我们有一个艺术团 叫多民族艺术团 就是贫困的孩子 还有单亲孤儿 然后家里管不了的孩子 都放到我这里来 所以我就 培养了真的挺多的 就一起吃饭 就是一起睡觉 然后免费培养他们 教他们 真的是还可以 好伟大 对呀 我这个四百多个孩子 是这么来的 就一年呢 三十多个孩子 四十来个孩子 然后呢 他们好了 有考商学校的 有些是唱歌比赛 拿奖的 然后有些公司包装的 考商艺术团的 还有这个北电 还有中央音乐学院 民族大学更多 十几个孩子 他今年也考了 嗯 今年考哪里了 刚考完了 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不知道能不能过 我就现在很担心 我相信会过 这么优秀 确实唱得好 所以这些孩子 都是有着特殊的身世 在您的身边 跟着您学习本领 同时又吃住在您那儿 其实您就是他们的妈妈 对 有的时候都叫妈妈 那您的这个经济来源 怎么支撑您帮助 这么多的孩子 嗯 03年的时候 我一直在演出 自己演出 自己挣钱 然后还有这个别的机构 我去当老师 然后挣钱 然后就 有教学的这个收入 再去供养这些孩子 然后您还免费教他们 是这个意思吧 对 我还有做服装 做服装 然后就对外也做 孩子们的这些演出服 都是我自己做 真好 孩子们在您那儿住的时候 听话吗 有些也不听话 有些听话 你看他那个表情 是不是说的就是更加 尤其是这样的孩子们呢 肯定有调皮捣蛋的时候 他那个表情 已经出卖了他 不 他挺听话的 其实我的这个孩子里面 来讲的话 他真是挺听话的一个 但是呢 他不懂的是什么呢 这个学习这个方面 他真的是不是很懂 而且是学历这个东西 因为我这里来的孩子是 唱歌还可以 我教的这个基础上 但是他们的文化科正不行 所以呢 我为了这个事 我自己开了一个学校 然后我把让他送到我们学校 一样的他的学费我 我来掏 然后他吃饭呢 放那个冲卡 都是我来给弄 然后零花钱 我给他 但是呢 他还学习还挺好的 中专直接就考大专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行了 我就大专毕业了 不行 我的意思就是 你必须得在网上深造 因为现在不是学历的问题啊 你真本事是才能站住脚 没有真本事你怎么生活 是不是 现在老是年轻 还能棒一点 以后我老了 帮不了你的时候 你怎么办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让他 天天早上大早上 我把他低落起来 然后我也跟他一起学习 然后就这样好了 但是呢 这个成绩还没下来呢 我也挺担心的 他的专业 还有这个理论都没问题 就是这个文化课 我们期待有个好结果呗 是不是 太期待了 我在观察这个 萨仁老师那个表情和状态 语气 完全不是一个普通老师的语气 就是妈妈的 都是妈妈呀 谢谢 我常说 其实照顾这些孩子 给他提供吃住 是提供妈妈 家庭这样的温暖 同时还教会他们本领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这些孩子们有一天 即使萨仁老师老了 可能不能再照顾你们了 但这些孩子们在社会上 都是有自己真本领 对 都是有贡献的人 萨仁老师自己有成家 有自己的孩子吗 我跟他说 他 没事 他老师的就是为了我们 然后就他自己的就是 孩子就没有了 对 因为我们这些学生 就是就没有了 没事 我曾经有过两个孩子 就为了这些孩子们 我的孩子 一个是打掉了 跟我老公商量 然后一个呢 就是跟着孩子们买服装 然后领着他们去活活活的 找导演 然后硬座上 就流产了 已经要不了 但是没关系 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我觉得我很幸运的 因为我的幸福是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身边跟我同样的这种命运的孩子们能好起来 这就是我的目的 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幸福 所以我从来不后悔 好多人问过我 你后悔吗 我说不后悔 因为人生很短暂 我觉得我喜欢做的事情做了 这就是我 我的最大的幸福 我觉得萨仁刚娃老师好伟大呀 真的 我们都说母爱特别的伟大 然后可能我们说的这种母爱 是对我们自己的妈妈说的 或者我们为人母之后 我们会体会到这种伟大的爱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爱 是一种大爱 而且妈妈对你们是有要求的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自己有本领 因为不管妈妈能够帮助什么 未来是要靠你们自己的 你们一定要拥有 让自己幸福和快乐的能力 这是对妈妈最好的回报 是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我的感受就特别强烈 最开始听跟家在讲她的故事的时候 讲她小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不幸的孩子 但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孩子 因为她有这样的一位伟大的老师妈妈 在改变着她的命运 是的 而且妈妈身体力行地 把她自己如何做人 其实告诉了孩子 其实刚才 高伯老师在讲她自己经历的时候 我就看到她在淌眼泪 她就在旁边一直 一直一直一直不住 但是我相信 你会成为最幸福的妈妈 因为这些孩子以后 一定会孝顺你的 每年都有孩子 都会享福的 都会享福的 可以帮我 因为萨仁老师有400个孩子 其实我很幸福的 没事孩子 我知道跟家今天有一份小惊喜 把所有想对萨仁老师说的话 因为她可能觉得自己普通话 有时候表达有点不太到位 都写下来了 那把那封信拿出来好吗 给妈妈写信了 亲爱的老师 您好 时间过得太快了 转眼间已经过去六年了 这时间您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我铭记于心 我想说 您陪伴我一起过了五十个感觉 也留下过美好的回忆 您陪伴我的点点滴滴 会成了已故情权 暖暖地留在我的心里 有时候我不听您的教会 但您依然包容我 支持我 教育我 义无反顾地培养我 我总是在想 这世上怎么有这么好的人 又温柔 我最无助的时候 您用最善良的话语 安慰我 我虽然不会表达出来您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我的感恩之心 但是我会记在心里 以后等您老了 走不动的时候 就像您对我的那种关爱和照顾一样 我会在你身边 照顾你 养老你 最后我想说 天涯海角有尽处 只有十人五穷几 您对我的准准教导 将永远被铭记在心 老师 谢谢您 祝您身体健康 永远是最漂亮 写给我最敬爱的三人高娃老师 学生更加 谢谢 特别好 这个孩子是平时从来都不会去表达的 有的时候不学习的时候 我真的很生气对他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 老师哪一天不在的话 你怎么办 我给他说过 跟家孩子长大了 所以我把这封信啊 专门折起来了 我教到了萨仁老师说 这是跟家内心想了很久想要说的话 但是我想说有一天我们 从学校毕业了步入社会了 可能你歌唱得很好 有一天你会很忙 你会很红 有一天你会谈恋爱 你会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会有很多的时间 需要你去做很多的事 可能留给老师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我希望这封信你始终记得 今天在我们《为爱儿歌》的舞台上 是 是 我会记得 这是你说给老师的话 要永远记得老师的那份情 他就是我们的妈妈 就是你的妈妈 对 对 对 我会今天这写的这一封信 我会记得心里 永远 跟家 我特别相信你 我特别相信你 因为我觉得你是 我见过的最最善良的小伙子 然后最懂得感恩的 最让人感动的 对 我相信每一句话 都是你自己认认真真去写的 然后我们特别感谢你们 带给我们这样的 你们相处之间的故事 我们今天特别开心 见证你们这个缘分 今天的这段故事 真的让我们对老师的那份恩情 更多了一份理解 也会让我们想起我们的老师 所以我们总想说 为什么有的歌手 有的歌唱家在舞台上 同样一首歌 他唱得让我们 那么觉得赏心悦目 那么容易打动我们 因为他们心中有爱 因为他们为爱而歌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 也是你们这个故事 带给我们的感受 我们也想自己的老师了 我们用这首歌来表达 一起来听 好 让我拥有点感受 我们也想起了你 我们也想起了你 当我共享难关得到奖励 老师我总是想起了你 想起了你 想起你听节的面容 想起你合格的花语 从心里默默地向你经历 向你经历 亲爱的老师 我怎能忘记你 我怎能忘记你 小花突出芬芳 怎能我原定地陪 亲爱的老师 我怎能忘记你 我怎能忘记你 你时时刻刻 藏在我心里 藏在我 你藏在我心里 藏在我 你藏在我心里 藏在我心里 你们好 欢迎来到《为爱而歌》 要给电视机箱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站在我身边的这支呢 叫做舞剧社团 刚才表演的节目叫采茶 这是一支由平均年龄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 六十多岁吗 那这就叫你平均年龄六十二 我五十多岁说的都有点提心吊胆的 因为采茶看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是三十多岁 然后这是一支业余的叫舞剧社团 贝尔 先让这个大哥大姐介绍一下他们自己好不好 我叫杨一龙 现在已经是六十五周岁了 我在我们那个叫原木舞剧团 那个团成立于2011年到现在已经是有十多年了 在那个期间我们曾经创牌过红武鞋舞剧 接着我们现在是第二部舞剧 叫做信仰 信仰 对 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信仰里头的一个片段 我呢是在舞剧当中演的是那个男一号 我是参加原木舞剧团有三年了 我感到在这个成员团队里非常荣幸 我希望更多的老年人能够激励地参加这个活动 谢谢大家 您的名字也没介绍 您的岁数也没介绍 光说您这舞剧团了 你看这对这个团队多么的热爱呀 宋毗 宋毗 今年62岁 好 大家好 我叫赵远昌 今年75岁 你这舞剧团也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年最年长的一位 对对对对 但是看着好年轻啊 对 咱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老年的舞剧团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好不好 我们已经创排了两部舞剧 要给大家爆一下光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第三部舞剧还正在构思当中 好 就很快可能要推出第三部舞剧 嗯 但这个舞剧门槛一定很高啊 因为它除了片段的展示 它有一个剧情的设置 人物的设置 门槛高不高 是不是这还得烤啊 你们都是烤进来的吧 因为这是一个业余舞剧团 要说有门槛也有门槛 只要是大家热爱舞蹈 都可以来到我们原木舞剧团来跳舞 每一个舞剧你们要创排的周期是多长时间 第一部舞剧大概是用了三年的时间 三年 我们第二部舞剧信仰也是大概用了三年的时间 他们三年就等于是风雨无阻的排练 还有今天在我们为爱儿歌舞台的一个片段的呈现是吧 对对对对 所以我得想问问他们团长 那你看您现在马上要开始第三部的创作 我相信将来会有第四部第五部 万一有那么一部就比较适合就是中青年来担任男女主角 我们就特别希望能够杨潘老师 您能够加盟 月亮姐姐 我也得演女一号 你知道吗 我们就想问除了形象特别好之外 还有什么要求 有没有人教教我呀 有没有 比较适合男女主人公互动的 咱们俩就学采茶舞 采茶可以 对对对 就学同男的采茶舞 来 好像就是这个有个茶 采呀 采呀 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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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好 哎 哎 哎 比如说 回到家乡 家乡满坡满岭的茶叶 茶树 茶树飘香 摸着茶叶 你看 哦 对 丢 丢一个 对 丢一下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 可以 领会了 演呗 哎呀 看这个 好 哎呀 这是新来的大学生吧 快看 你看 麦山剑也被查一遍 哎呀 分分分分分分分 哎呀 哎呀 我们一起挑起了东北大洋歌 哈哈哈哈 哎 哎 哎 是不是还挺好玩的 哈哈哈哈 特别欢迎你找这家伙我们的舞剧团 难道没有觉得杨帆演的这个特别像水连洞的一只狗摘的是头 ,哈哈 杨帆老师来了以后他就可以演我们主角了 哈哈哈哈 哈哈 谢谢,谢谢 咱们就请回三位代表啊 你们这个退休的生活其实很具有参考价值 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就特别害怕在退休之后 就是自己的精神世界无法得到满足 自己的身体得不到锻炼 所以你们在加入这个舞剧团之后 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我在加入舞蹈团以前 说实在的基本都不动 为什么呢 血压高 血压高是老年病的一个基础病 这么瘦血压还高 以前就是刚开始没加入的血压高 低压到110低压 最后加入舞蹈团过后 家里还有点不放心 说实在的 刚开始抱着看看的目的来了 最后学压呢 觉得身体舒服了 说实在的 我到舞蹈团已经四年多了 到现在没吃血压药 血压就平稳了 这是感觉最大的 第二个收获就是 这几年没感冒过 非常厉害 以前的老师一到冬天就感冒 所以就收获特别大 受伤 对对对 那有没有比如说 队员有练的时候 比如有受伤的经历 放弃的经历 会不会有 就是因为毕竟是 年龄比较大的 我们那边有很多就是那个膝盖 他们练的时候 膝盖什么有疼痛啊 就是有底子不好的 对 那怎么办呢 我们盘练之前 至少得有将近一个小时的练功 对 就热身热一个小时 我听来真的是按照非常专业的舞剧团 来进行培训到 对对对对 因为真正的专业的舞剧团 他们在真正的排练舞剧之前 他们的热身就要有一个小时 对对对对 他们一定上练好基本功道 对对对对对 把大家的筋啊什么都撑好了 然后才可以 那你光热身就热一个小时 再加上训练 结尾再拉伸 这一天得多少个小时花在跳舞上 一般也是三个小时 有时候就是五点多啊 有时候可能有演出过 我们还哪玩呢 问题就来了 对 这个退了休 虽然说是那个工作上的事不忙了 但是家庭 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分担的 家里有没有人不太满意的呀 应该说都特别特别的支持 也比如像袁慧老师 他就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 比如说我们孩子辈 他们就不知道我们跳类舞是什么样 听说跳舞剧了 人家到剧场来看了以后 把他孙子辈啊 二十多岁小伙子 看到热了盈眶 对 我儿子在上海工作 刚刚他跳舞剧有表演 在梅兰芳大剧院 他都会飞回来 完了带着儿媳妇一起来看 他们就说完全颠覆了他们的那个认知 孩子不知道妈妈跳舞跳得好吗 知道是跳舞 但不知道跳成舞剧这种 他的概念还是以为广场舞都会有概念 对对对对 而且他是舞美 灯光 音效 什么都有 他们就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其实我们老年朋友在退休生活 他们的训练的层次也在一点点提高 对对对 包括对美对艺术的欣赏水准也在提高 其实因为舞剧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综合的艺术修养要求还是很高的 对 而且你们一个舞剧创牌了三年的时间 其实大家还是有这个耐心和毅力 而且不是急于求成的 对对对 真的是慢慢打磨的 所以才会在舞台上呈现之后 让自己的家人如此惊讶 没错 而且就是可能台下观众的反馈之后 是不是会更加激励你们去创牌更新的作品 我一个邻居60多岁了 他这次也去看演出去了 他说我其实就是给你们捧捧场 说没想到看完以后我还热泪盈眶 真的很感人 看完之后觉得欠了你们一张票钱 对 我觉得你们这样的一个舞剧团的一个存在 我觉得是对很多很多退休以后的叔叔阿姨 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示范 你们就像一个榜样和标杆一样 就会让告诉他们 退休之后我们的生活可以如此丰富多彩 所以说人生在不同的年纪都有不同年纪的精彩 人生看到的不同年纪有不同年纪的美景 我们过去总说最美不过夕阳 但是我们现在对年龄的标准也在不断地改变 是的 那接下来咱们这段访谈的最后我们用一首歌吧 好不好 送给你们 我的歌声 我的歌声愿为你飘荡 开花的梦想不愿多藏 用我的歌声愿为你飘荡 用我的眼睛告诉你的母国 你可知道我已经打开心窗 有一颗歌声愿为你飘荡 有一颗江湾灯的你飘荡 有一颗明天为你滚放 让我也能走进你的心中 把永远的春天线在你的脸上 非常开心能够跟我们今天的这几组嘉宾相遇 每次我都想特别发自内心的 对他们说一声感谢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 如此精彩而又温暖的人生故事和经历 此时此刻我也特别想 对我的搭档月亮说一声 我能给你擦擦眼泪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眼泪 都是因为爱 因为温暖 因为感动 被感动 这叫幸福的眼泪 这几是我们的为爱儿歌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 让我们下周再见 欢迎各位收看 为爱而说 在平凡岁月中 用爱唱响荣耀赞歌 唯独他打动了我 我这一直爱到底爱到现在 他们心怀梦想 无悔执着 让中国人听到 中国明月新的声音 24组嘉宾真情流露 用人生故事与大爱对话 追寻幸福 为爱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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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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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独